哎呀 他真真的是 真的是 众望作归 作归 作归 慢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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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梦 拳王怎么跑到这里来 哎呀我 谢谢 哎 熊了熊了 我有话要说 麻烦您到台上来再讲一遍 好吧 先把姿势摆好 稳住 就是摆好稳住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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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宝您看 沈 稳住 稳住儿子 惹不起 惹不起 我刚跟你说过什么 长得黑的不要乱打 刚才我稍稍挑逗他一下 他就 就来了 哈哈哈哈 啊 我们首先 欢迎前往一家 谢谢 来 据说你对我们这个光之肉 不长肉讲很不 很不服气 对 我刚刚在台下我还以为这个 获奖者是我 因为我们长期要控制体重 然后要 要保持我们这个级别 但是我一点没有放弃吃货这个头衔 哦 想先问问您啊 您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吃货 嗯 您最多的时候一顿饭可以吃多少 我一天起码可以吃个七八顿 哇 七八顿饭 因为我们长时间的控制体重 胃后会饿小 吃一点就会撑 但是我们很快又会饿 所以说我们一天如果频率多的话 七八顿应该不在话下 平吃 对 少吃 一天吃七八顿饭 你如果你要你需要控制体重 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级别 你怎么样控制呢 我们通常会有大运动量的训练 然后到最后赛前的话 我们会穿上保暖内衣 再是一些不透风的 不透气的降体服 然后在烈日底下去奔跑 可以说就在像在伤拿房里面 再去不停的做 专门要降脂 对 我们一般在二十分钟 一般吃出汗 二十分钟以后才是降脂 到我们最后要上秤那一刻 一晚上不能进食的话 我们可能会瘦的是肌肉 我们最终在那台 过了秤以后 都感觉人已经干瘦了 已经里面没有水 有不同的受法 有的是专门是降脂的 有的专门是降肌肉的 对 肌肉是最后一步了 剩的是最好的贱的肉了 对对 听你说了这么多 这么厉害 所以我们决定 这个奖依然颁给花花化成鱼 恭喜 恭喜 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关系 刚刚萱萱已经说了 终于可以吃东西了 是不是 对 可以吃东西你开不开心 开心 那我们今天就准备很多很多 好吃的 给你还有你的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一起吃好不好 在中国每家每户都要吃年夜饭 对不对 全国各地吃的都不一样 但是有一样东西都是相同的 我们想问问 小朋友 你知道 有什么东西是相同的吗 不知道 那你最想吃什么 你 我想吃牛排 不是 就直接奔着这个拳击运动员去的 对对对 好厉害了 我们今天想要说的 人人都有的就是鱼 我明白了 所以鱼是一定要同一斗吃的 年年有 在农耕文化里面 农户他讲的是 每年收下来的这个粮食 必须得有富裕的 对 那这个鱼呢 跟这个多鱼 这个鱼就是谐音 取一个谐音 所以我们今天 囧餐厅的主题就是 年年有鱼 带来给生活美好的祝福和向往 OK 那现在呢 我们就要带着我们囧餐厅的员工 到我们的囧餐厅里面 把天南海北不同的年夜饭 全部都横扫一遍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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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